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染人数也早已降为数百人 不过因为国外传入的B4及B5相继出现本土病例 牛昌再度请里长帮忙宣导 鼓励民众尽早完成疫苗注射 形成保护力 因为疫苗不是药 疫苗不是药 疫苗是要打在前面 这样子才对 那我们通常会发现说 疫情起的时候呢 施打率就很高 那疫情缓的时候 像最近疫情比较缓 住的人又变旧 那最近因为儿童的疫苗要开打 那我担心也希望大家都帮忙宣导一下 就是不要因为现在疫情缓了 然后民众就觉得 现在还没关系 疫苗这个缓一点打 再观望一下再看一下 其实这样反而是不对的 或者说对小孩子的一个防护跟健康 反而是不利 所以还是要拜托大家 现在疫苗有的打 就尽量能够现在看 而在座谈会上 里长们也提出多项问题 希望市政府协助解决 其中和平里里长张和妹表示 基隆秘境求子山灯塔 近期成为游客造访夯点 不过包括出入口巨马的安全 及环境卫生都出现问题 希望紧速规划改善 最近明天又比达天 将近两个市场上的 今天是不是哪个 你们能够设置的什么 然后被生了 两三百亿是不是哪里 就是九十三 哦 今天九十三 二十二也是乱批的 因为常常被生了 新长的各种都起床 他们现在在批在哪里 我们知道我们都在批在四 我们就是阿兵的各种 那个计马 计马都是很危险 对此主管的 金融市政府都市发展处 方面回应表示 求子山灯塔周边已纳入 白米庸地区规划案范围 不过目前尚未完成土地拨用 对此金融市长 林又昌希望缩短空窗期 并要求区公所先进行 入口安全改善 现在会有一点 三不管 就是军方觉得我已经要拨了 所以军方不管 那他们是有画了一个范围 那个防卫作战的需要在上面 那现在因为还没有拨给我们市政府 所以市政府现在也还没有办法进去管 但这个空窗期我是建议是越短越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然后第三个是现况 现况如果民众是有从这个地方进出的话 安全的事情还是要去做处理 所以这个事情就请区公所这边入口的部分 现在虽然是还没有移拨给我们 不过入口涉及民众安全的部分 我们还是要把它稍微处理一下 另外还有通人街 因为常年重车碾压路面破损 大兴大城废弃器机车脱掉 及西林市场 流浪猫成群等问题 牛肠也一一要求主管单位 紧速处理解决 让地方安心 记者张旗腾 接下来带你来看 清安宫张州妈祖的安座纪念三线典礼 清安宫主任委员也是国策顾问童勇 邀请立法委员也是市长参选人蔡世英 副市长林勇发等 一起为张州妈祖三线致意 期盼在妈祖的庇佑下 台湾的疫情可以逐渐平息 各行各业可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准 来到清安宫妈祖庙 在主委童勇陪同下 副市长林勇发 立委蔡世英向妈祖行三线礼 期盼疫情在妈祖的庇佑之下 各行各业可以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准 那以今年来讲 我们的疫情在妈祖的保佑下 我们也处理得非常好 大家市民的配合 让疫情也减缓了 所以让我们的城市博览会 也能很顺利的举行 也让世界各地的 还有我们全省各地的 都来我们这边参观 看我们基隆的蜕变 那我们也祈求大家 对马祖的一个信仰 然后马祖保佑我们 大家国态民安身体健康 针对媒体询问 未来推动双北1280月票的看法 蔡世英说 仍有几个议题需要克服 那双北的表示是说 1280的参与 当然有更多的县市愿意参与更好 可是事实上有几个问题 期待解决 第一个是双北的1280 能不能继续走得下去 因为对双北来讲 1280也是它沉重的交通财政负担 所以其实就双北来讲 一直有一个声音 要把1280取消 所以这也是 这个案子能不能继续走下去的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点 第二个如果是国道客运运 或者是铁路运输要进入的话 那其实很大的原因是 这两个单位都不是基隆市所属的单位 也就是说基隆希望 国道或者是铁路能够加入 那要看台铁局 或国道客运业者本身有没有意愿 那我们的理解是 这两个业者对于如果要参与 但是要自行再提出 个别的负担责任额 是表达有疑虑的 第三个就是基隆的公车 要不要纳入双北的1280 那我要讲的 基隆的公车 因为跟双北的1280 中间并没有直接相连 所以这样的一个参与 对于市民有没有诱因 那这几件事情是 过去我们在参与双北1280 讨论的时候产生的一些问题 那我想这些问题都还 期待几个县市 还有几个相关的业者 来做共同的讨论 那我想是因为在这个部分 我们会再继续来努力 来协商铁路 公路 或者未来的基隆捷运 纳入1280的问题来做讨论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 对于公共政策 能够解决的问题 那要参与这些公共政策的时候 首先有个更重要的议题要谈到是 国道客运或者铁路参与的时候 相关的提拨分摊款 是不是要由基隆市政府来出 还是由国道客运业者 台铁局来出 那这个部分也是另外一个 必须要被讨论的问题 那我想这些问题 其实都还争议非常的多 那实际在这个部分 我们会来提出更多的 有效的建议方案 让所有的业者或者信用市民 在未来融入大台北交通生活圈里面 能够用更好的 更便宜的方式 达到更多的共同参与 立委蔡世音说 北北基陶是一个生活圈 有很多的公共议题 需要一起讨论 他相信小英总统会大力支持 也有信心延续 金融市长林又昌的政绩 前几天在台北召开了 北北基陶的医疗后援会的 共同成立的筹备会 以及公共政策的讨论会 而是因为认为基北北 还有桃园这些县市 未来是共同生活圈 所以很多的公共政策 要共同的研议 那我也相信小英总统 对于这几个县市 都是大力的支持 不要忘了过去这几年来 小英是有史以来 最支持基隆的总统 他会支持我们的林又昌市长 未来也一定会支持蔡世英 那我相信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也会就这个目标 继续往前进 我们希望让基隆的进步 继续走下去 这也是市民的期待 那我想市民过去看到 又昌市长的 让基隆的改变 我觉得他们也会期待 世英能够接棒 让基隆的改变 继续往前走 切安宫 张宗妈祖安坐纪念 地方名代及各机关首长都出席 希望在妈祖的庇佑之下 疫情能够赶快过去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基隆市牙医师工会议 特地结合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中华国小富佑 以及金国管理剂健康学院 口腔卫生照护系 共同合作 举办了幼儿亲子牙医体验营的活动 让孩子们从小学习正确的刷牙 结牙方式 不再害怕看牙医 活动内容主要由 基隆市牙医师工会理事长 黄长述 副主委林新阳 口卫主委林建宏 口卫副主委蔡婉如等 专业牙医师设计 教导家长和孩子们 正确的口腔保健知识 以及结牙技巧 并且将牙医诊疗室 变身为欢乐牙医游乐园 带领小朋友们坐上 诊疗椅太空船 实际体验各式各样的牙医器械 让原本害怕看牙的小朋友 也想坐上诊疗椅尝试一下 也借此让小朋友 从小学习照护牙齿的重要性 我们就是活动中 然后让小朋友上诊疗椅体验 然后系有认识的那些工具 以后看来比较不会那么好 体验 看牙齿来学习 学龄前儿童的口腔健康是家长的责任 因此基隆市牙医师工会特地结合基隆市政府教育处 中华国小妇幼以及金国管理系健康学院 口腔卫生照护系共同合作 第六年举办幼儿亲子牙医体验营活动 让孩子们从小学习正确的刷牙结牙方式 维护口腔健康 学子的一个取齿率 我们从三年前不合格的41% 取齿率41一直到今年整个取齿率降到31% 整整降了10个百分比 那显示基隆市 幼儿的一个牙医结牙的观念 向下扎根之后非常有成效 那牙医检索的体验餐饮 能够让我们家长能够去及早意识到 帮助小朋友从小建立结牙的好习惯 以及让小朋友透过趣味化 游戏式的方式 去了解每一个器具 它的功能 通常口腔的保健政策的知识 从小开始没有做起 那我们教育处也非常支持 我记得我们在我们国小 办一些相关的比赛 那我们小朋友也可以从小朋友 开始认识牙医保育的工作 基隆市牙医师工会也提醒家长 除了在幼儿园每半年屠服一次外 也要定期带小朋友到牙医院做检查 不要等到牙齿痛了才去看牙医 会更容易增加孩子看牙的恐惧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许多运动和活动也陆续解禁恢复 为在七堵山林中 有一群年纪加起来 大约3000岁的桌球队 长期扣着打桌球 顾身体增强免疫力 互相抽球挡球 球技精湛当仁不让 不过您知道吗 这两位被队员尊称为 镇山之宝的桌球队员 阿姨已经88岁 叔叔也已经有83岁 打起桌球来完全不输年轻小伙子 每天都这样去来打 有 每天都去打 你觉得打桌球对来说有什么帮助 打桌球 过去帝 你变得比较小伙子 比较大 比较大 在这里打球第一就是过去帝 还可以这么帅 不敢 天天要生活正常 这些要 规律 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许多运动和活动也陆续解禁恢复 位在七堵山林中 长寿山早起会会员 大约50多人 年纪加起来 大约有3000岁的千岁团桌球队 长期靠着打桌球 够形态 增强免疫力 早起会的会长表示 在疫情严峻时 大家遵守法律 没有一起打球 也传出队员们分别染病 但是可能是几乎每天打桌球 运动养生的关系 虽然年纪比较长 但是康复后 后遗症感觉都比较少 大概六七十以上 但是大家都体力精神都非常好 大概就是跟打桌球有关系的 对 而且你看每天这样子走路上来的 也是有 你看都八十几岁了 他们也一样是从家里走路到这边 虽然说要休息了很多趟 但是爬楼梯还是要爬上来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体力真的很好 所以还是要运动 我也是建议说 这里要建设的更好 让新的一代可以再上来这边接着你 让一代传承一代 让把这个地方保持下去 疫情趋缓后 大家重新聚在一起打球 继续练球技 长期支持鼓励这群长辈打桌球的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 也趁着跑行程的空档上山 和长辈们练球 对于长辈们的球技和形態 都非常恶乐 我一直都是很提倡 就是说我们要活到老 学到老 活到老 运动到老 那我们长寿山的这个 就是这个早起会 这个已经真的蛮久了 那也谢谢红会长 在他的带领之下 我们这里真的年龄最高88岁 打得非常好 长寿山早起会的阿姨叔叔 大哥大姐们也非常感谢杨秀玉 长年来对于早起会 和桌球队的支持 让他们有着一级棒的球技和身体 大桌球 够几队 长寿山 一级棒 打桌球 够几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欢迎加入解锁人生成就游戏 网路上来录不明的工作 看起来待遇很好 请问要应征吗 您已录取新工作 请依照公司指示到提款机 提取现金 请将现金交给公司指定现象 您已解锁成为诈骗车手人生成就 找工作请注意求职防骗三要七步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征选季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寺地藏王菩萨已助身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云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伤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并济世督众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有一名屋主 发现家中的20万现金 不翼而飞 调月监视器才发现 这个窃贼居然是邻居 他沿着隔壁透天处的屋顶 翻过女儿墙闯入民宅 身材壮硕 穿着橘色上衣男子 来到邻居家铁窗旁 鬼鬼祟祟 突然双手戴上手套 动作俐落 开始拆开铁窗 一直摇摇 他现在卸螺丝 有没有 好成功了成功了 一直摇摇摇摇摇 没几分钟 螺丝被卸下 男子用力摇开一个空隙 整个人就钻进去 不久之后男子又出现在画面中 右脚小心翼翼的跨出来 离去前还不忘把铁窗 恢复原状 把所有的螺丝都锁回去 警方在111年的7月13号 中午之后接获民众报案 跟家中招窃 警方到场查看 发现被害人家中招入侵 窃取新台币20万 警方立即调阅被害人的监视器 发现窃嫌是由六楼攀爬到五楼 然后将住家的铁窗 撬开以后 用身体钻进去住家内窃取 然后再从铁窗再出来 出来以后将铁窗复原 以免被发现 屋主当时不在家 回家发现家中的财物不翼而飞 调阅监视器画面才发现 嫌犯竟然是邻居 男子沿着隔壁洞的顶楼 搬过女儿墙 再闯入家中行窃 但似乎偷上了瘾 一共来了两次 他掉一监视器后发现 这个窃嫌 居邻居 也是自然故意人口 警方就立即派遣警力 在周边搜索寻找 在仁义路段发现窃嫌 将他逮捕 并取获账款 警方在此呼吁 家中如有放有大量的现金或贵重物品 请可以安装监视器或保存在保险箱 或有上手的地方 以免遭窃嫌窃取 短短几分钟内得手了20万元 立刻去还债 好险警方及时的追回 让这起重大窃案真相大白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金融与滨海步道整修工程 2021年11月开工 历经恶劣天后的口业 市政府宣布正式完工 民众暑假可以登岛漫游 而市政府还贴心的新建了景观平台 让民众走累了 可以坐下来欣赏壮阔的山海美景 民众搭船抵达金融宇 要登上金融宇灯塔 沿着登山步道登顶 对提议来说可是一大挑战 要一边爬一边水要喝啊 灯高望远欣赏无敌海景 离开前别忘了来个大合照 另一条滨海步道 沿线海景更是美不胜收 过去滨海步道因为老旧毁坏 金融市政府去年向观光局 争取经费补助 进行全线修缮 近日终于完工 开放民众体验 那因为这一个滨海步道过去呢 是用混泥土的材质 所以呢它很容易就翠裂 那游客上岛以后 踩到就不小心 很容易就会跌倒衰落 所以我们在整个登顶的步道 这个木栈道完成之后 我们进行了滨海步道的整修 那这一阶段呢 我们从去年的11月开始 设计规划施工 那到今年的7月1号 我们就让它要完工 所以我们也从7月10号开始 来做一个开放 然后让我们的游客 有多一个这个环海步道的游程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 新的步道走起来相当的舒适平坦 走累了一旁还有新色的景观平台 让民众遮阴坐下来休息 前方就有无敌海景 你们针对这个新的措施良庭啊 然后觉得感觉如何 很漂亮 很漂亮 有舒服吗 在步道的旁边 我们有设置了几个地方的 这一个休息平台 那这个休息平台呢 我们是用一个也是 比较是木头的材质 那同时呢 也融入地景的概念 用一个比较低调的方式 让它 就是在这个整个步道的旁边 让游客 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那过去因为我们在要修缮之前 也跟我们的游客做了一些调查 其实这一段的 步道的海边的风景 是非常的漂亮的 那徐徐的清风吹过来 其实走过去是很舒服 同时可以看海景的 唯一的不方便的地方 就是太阳大的时候 真的是大家都急着要把它走完 太阳太大 那因为步道也比较长 所以呢 有一些年纪大的游客呢 他就会有反映一个心声 就是说 是不是让他们可以在这里能够驻足 来观赏海景 国内疫情逐渐趋缓 搭船出游行程夯 民众抢的暑假出游 金融与登岛 每日虽然有1200人数上线 但游客依旧报名踊跃 从4月1号统计到7月初 那大概登岛的人数有18300多人 那我们目前知道的预约的状况 到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预约 人数已经有2万 还有28000多人在线上等待的 预约的状况 也就是未来的登岛 还有28000多人是要登岛的 所以这个部分大概是 这两天步道开放以后 也增加了这个游程 所以人数是比较多一点 闭海蓝天 一望无际的海景 还可以登顶 眺望远处的归山岛 或者沿着滨海步道悠闲散步 不同的时节都有不同的美景 疫情趋缓 国律也要开始拼经济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暑假期间如果不知道何处去 不妨到台北搭乘蓝色水路 除了有微旅行热门航班 大稻城游河到淡水外 7月开始还推出了大稻城夜航游河 带民众悠游穿梭淡水河 欣赏水路两岸丰富的人文及自然景观 乘坐蓝色水路 悠游河岸风光 迎接暑假到来 蓝色水路除了有微旅行热门航班 大稻城游河到淡水 延延夏日7月份开始 更启动大稻城夜航游河 除了可以饱览淡水河 夜间河景外 更规划古迹导览行程 让民众体验蓝色水路的万种风情 为大家介绍暑假期间的蓝色水路 微旅行的航程 蓝色水路微旅行热门的航程 是大稻城古迹之旅 那在今年的7月份的每周六 它的一个会再开航 那行程的内容包含下午2点 会有老师去做一个路上的古迹导览 那接下来三点呢 会在大稻城码头去做一个搭船到淡水 那同时呢 导导老师也会随着我们搭船 然后随船去做一个沿途风光的介绍 那另外单纯的游河的航程 有大稻城到淡水 以及从淡水到大稻城的一个单点 单程的一个游河的航程 那还有就是大稻城单点进出的一个 夕阳跟夜航的一个航程 可以供那个民众去做一个选择 那台北市公共运输处呢 为了去推广暑假期间的一个 搭乘繁色水路的一个航程 我们准备了五款限量的那个徽章 然后可送给搭船的一个乘客 那建议呢 民众在搭乘前 可以先提早做一个网路的预约 那或者是跟营运的业者 去做一个确认航班的一个资讯 那相关的资讯呢 你可以上网去做一个搜寻 搜寻台北市蓝色公路 为旅行的一个网站 去做一个查询 另外供应处还规划 搭公车及好运抽奖活动 从7月1号起到10月31号 每周都会抽出菲利浦万用锅 Switch主机 以及想想餐饮券等超值好礼 鼓励民众多多搭乘公车 为持续鼓励民众搭乘大众运输 台北市自7月1日到10月31日 有办理搭公车 骑好运抽奖活动 预参加本次抽奖活动的民众 可自7月1日起 于活动网站登录姓名 电话及输入预参加活动之 悠悠卡号等资讯 当天起 于双北市市区公车使用悠悠卡 成功完成上下车刷卡 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搭乘公车次数越多 抽奖机会就越多 活动有18周 每周都会抽出菲利浦万用锅 Switch主机 集餐券等超值好礼 每月更有机会获得呆神吸尘器 另于活动期间 每月皆搭乘达40次以上之民众 会加码抽出全景奖 得奖者可获得所有奖品各一份 本次活动共有833个奖项 奖项金额高达150万 相关抽奖活动注意事项 可自活动网站或公运出官网查询 欢迎民众踊跃参与 活动期间每月搭乘公车 达40次以上的民众加码抽出全勤奖 得奖者可获得所有奖品各一份 详情可自公运处官网 达公车及好运专区或活动网站查询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是崔小军 这一会儿的地方 尝试一下 我们再 buy 我们再会 小军 我们再会 祝福 我们再会 体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